生与死都在一天之内在这个家庭发生了 在彰化一名年轻的孕妇 罹患了H1N1新流感 在往生的这个前一刻呢 她生下了孩子 是一个早产的这个早产孩子 那么当然其中最感到最心之痛的是她的丈夫 看着这个太太忍痛生下孩子 而确定自己往生 她回想起当时医院叫她做的这个重大决定 你要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天人交战的痛苦全写在她的脸上 她说她只想跟老天爷说 两个她都要 看着罹患心流感的妻子 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生下孩子 然后离开人世 一个大男人就算再怎么坚强 还是忍不住留下男儿类 但可怜的是三岁大的女儿 还有一岁半的儿子 还有刚出生的早产儿 却从此失去了妈妈 我望着我们太太的八道 小宝贝妈妈现在很危险 你要加油 要帮妈妈加加油 你自己要加加油 她就是踢到我的手会动 踢了两次 到底当初该保住妻子还是孩子呢 两个只能留一个 让丈夫心里真的天人交战 丈夫平常打零工 一个月赚不到一万多块 得奉养七旬的老母亲和全家人 害越南籍的太太结婚四年多 生下两个孩子 但如今太太走了 早产儿庞大的医药费 沾压垮整个家庭 当初怨方希望蔡信男主 考虑先救回肚底的婴儿 但丈夫考虑的是 另外两个孩子不能够没有妈妈 只是不管做出哪种决定 都得忍受痛失至亲的心痛 中天新闻 韩智欣SNG小组彰化报道 妈妈用尽了最后的力气 生下孩子之后随即往生 而这个孩子早产才六个月大 目前状况也相当不稳定 必须要持续待在保温箱中观察 今天乃英的父亲 透过保温箱向孩子加油喊话 他叫孩子看在往生妈妈的份上 一定要勇敢活下去 爹地 爸爸看你哦 你要加加油哦 你最勇敢的哦 隔着保温箱 爸爸倾心地呼唤儿子 小小的身躯 手脚动了几下 好像在告诉爸爸 我听到了 亲生这个名字 有他很大的意义 是因为他妈妈 拼了最后一口气 让这个小孩子生出来 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八百多克的小baby 却有一个不凡的名字 新生 是纪念用尽生命 生下他的妈妈 一个好好的人 忽然得到这种 大流行的传染病 忽然间一下子就没有了 但是这中间 我看到了一个 当妈妈的伟大 新生目前只有八百二十四公克 虽然生命状况稳定 但因早产时 曾一度没有呼吸 但又会有呼吸道感染 败血症危及性命 脑部缺氧 也可能造成发展迟缓 即使如此 只要儿子的心脏跳动着 爸爸说他不会放弃 全国的人民 如果有看到这个画面 也帮我的小孩祈祷 让他早日恢复健康 新生的妈妈 在重度昏迷的状况下 奇迹的生下宝宝 不到两天 就因为心流感去世 母子情缘如此短暂 却见证了一段伟大的母爱 中间新闻 陈思源 A3G小组 彰化采访报道 一个五星级